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我是Debbie 身邊非常開心,今天請來 幾位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博士 湯博士,你好 我想很多網民甚至讀者都很關心 接下來,我們本國的樓價方面 在面對這麼多的明朗因素下 還有沒有機會繼續升 所以今天請你來,真的要分享心得 究竟現在怎樣看 因為我們過去一年,其實發生了很多事 去年開始社會運動 然後又有中美角力 疫情全球爆發 但看回樓價,其實有些波幅之後 今年來,其實都升到差不多1% 是呀,很多人都很奇怪 包括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你剛才說這麼多話 社運、疫情、中美 樓價都不記得,理論上都很出奇 我發覺那件事就是 香港樓價就是 賣賣很容易 賣賣,現在好像,尤其是疫情 疫情,那些人想買樓 他不難賣到 不賣到,那些人又不賣 第二,因為我們的金管局 早上用了一個週期措施 借貸很少 但是三、四成、四、五成 那些人都未必要賣樓 就算跌了下來 還有那一套全世界都行的 叫做還息不還本 哦,是 還息不還本 如果以前,譬如20年前 還息不還本就沒有作用 因為十利息 但現在又不同了 很低息 兩利息 那兩利息,譬如當你借一千萬 那一年你還20萬 即是息口,那你除了12元 沒有那一萬多元 那我想,怎樣都能捱得住 這樣變成,那些人急不賣 很多業主,據了解 甚至是身邊,譬如我身邊 譬如家人那些 很多年前,本身已經買了一層樓 變成以前很多時,已經低息坐住了那一層樓 就算現在你看到,大風大浪 那我沽了,是怕買不回來 是否很多人的心態,到現在都是這樣 實際上就是了,就算你買得回來 你都給很多稅 因為很多人都不住有一層樓 就算你親戚,買家裡有一層樓 可能就買多兩層樓收租 我算你那層樓,買來收租一些 我買給別人,賺了很多錢 但我想買一層樓回來 那你又好像買不到 亦都很多人是這樣的 亦都很多人,沒什麼作用之下 買一層樓,買黑股票 左手換右手,到時候,一層樓就升了一層 股票就跌了一層 我都見不少這些 所以我說,如果你真的有兩三層樓 就不需要買,譬如你很多的 債務比較緊的 那賣一兩層就沒有了 最重要是手上一定要繼續有樓 沒錯,沒有做不做 但我們今年面對環境 我想說,能見到低的程度 真的很多年沒有見過 因為現在疫情,都不知道搞定了沒有 我們香港好一點 但國內偶爾有新的確診個案 那些歐美地區,全部是在爆新高的 我們香港就慘了,因為外向營經濟 那面對著這些環境,我們現在面對的是 有機會失業率還未見頂 然後經濟還未見底 這樣的情況下,怎樣可以和樓市長期脫離 就是分辨得到,我們就是一個金融城市 金融城市,我經常都認為自己 香港是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就是,你見過疫情很大 但很多行業都好像沒有影響 例如,橫紫一樣在升 每天都要用交易,買股票 對於一些飲食,或者觀光行業 當然很有影響 但是,我們就算沒有人觀光 我們內部消費都很好 都熬得住 你覺得頂得住? 為甚麼熬得住? 有個情況就是,我們香港人很懂得做生意 結果不好的時候,你看到當時有很多店鋪關掉 很多店鋪關掉 但是,5月開始有很多店鋪關掉 開了,是同一店鋪來的 他們在香港的時候,他們就裝修一下 講一張新的租約便宜一些,便宜很長 然後他們就講長的租約 然後還有,最不好的就是,那些伙企請一批 或者減身,便宜一些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根本他們的生存空間,未來的生存空間 就會變大了 所以,5月之後呢,就是那個 那些交流都活化 還有,那些酒樓的食肆,全部都比較好了 那麼,我們政府的失業率,有少許怪 為甚麼? 他呢,計三個月的 哦,是呀 計三個月,譬如現在講六月的失業率 現在七月,講六月,就是四至六月的 是呀,是呀 美國就不是,美國就六月就六月 是呀,每個月 那麼,我覺得呢,這個失業率做法就是唯一 就是你看四至六、三個月,你不覺得它會升聖節 以及已經滯後了,那個數字出來了 如果你看到那個,單一的數字 譬如,六月呢 我自己認為呢 六月的失業率已經有高峰了 到了高峰,即是,接下來是會跌的 因為呢,很多報道開發 那些人呢,就失業率 好像美國也一樣 最高的時間到15個巴仙 現在跌到18個巴仙 因為美國也一樣 就是,炒了那些人,就趁那些人 就趁那些人,就趁那些人 那我覺得呢,大家也不是太悲哀的 太悲觀了,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就是,有時候我都不懂得說 就好像懂得五、六日 五、六日,我走出街都很旺 我看你Facebook post的照片 有時候那些商場沒有人 你都怕過,我肯不肯是 我肯不肯是,尤其是訂位吃飯 都要分兩樣 那一條真是好做的 那些人的招呼 和出品都好了 欣勤一點 欣勤一點 所以就是,好了,問題在這裏 問題我們還沒有印尼 而且呢,我們那些樓價有沒有跌 有沒有人,有沒有跌 沒有跌 但是,國內的購買尼 如果通關之後呢 我整天都提了,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國內的購買尼 如果他們來呢 如果不用那個十四天呢 他們來買樓呢 我真是怕得快,升得快 所以我最近都看一些,譬如 包括有收音箱的,尤其同商 他們都說,小心喔 同樣一樣說,因為他們 更加比我準的 為什麼呢,他們有同事在做事 那些人說,譬如有這個同事說 我有很多客人在大陸的 接下來的,但他來不了 一開閘就馬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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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看到 那些打算買樓的人 快點買啊 真的嗎 湯博士,因為我之前看你 本身預測今年的樓價跌一成過外 是啊 那你現在是不是經過了這個幾個數字 我一改一改,真的覺得是 正負5% 正負5% 我覺得一定會有這個範圍 是吧 因為我們看今年的樓價 其實我們剛才就說 由年頭到現在 其實就升了大概0.8% 如果我們按CCL 即是中原城市領先指標來計算 但是其實今年 因為有疫情的因素 指數去到3月摸了低位 到現在回彈了 都有接近3% 但問題就是一件事 湯博士,因為上星期五 我就看過最新的樓價 你看到跌幅是大的 即是按週跌幅差不多超過1.4% 是蒸發了之前兩個禮拜的升幅 有些人就說 政治問題 因為大家怕國安法 又怕接下來不穩定 可能一些人會走 納錢一起走 所以是一個心理上的影響 首次顯現在樓價指數上 你認同有多少 我不認同關於國安法 為什麼國安法都剛剛出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認同一樣 就是新樓樓盤好賣 通常新樓樓盤好賣 那些人都購買新樓 慢慢賣 那以首樓呢 就不然會跌的 只不然會跌下價 你想買便便便便 新樓呢 是過去幾個禮拜都好賣的 尤其是剛剛算了 差不多賣光 賣光 如果他購買來 他去那裡 那以首樓 他是不是要減價才可以買 所以是很正常的 如果以首樓呢 樓價都升 新樓便會跌上去 所以我覺得以首樓跌是正常的 所以買樓的話 我也是跟他說 你現在買樓呢 當然我叫你買樓買 但是你一定要拿最重要的 因為便宜也不是最重要 是最重要是靈 買一些高層一點 方向好一點 適合你自己用的 不要說便宜 只有二、三樓 你現在便宜 買二、三樓 我都不高利 當然是買二、三十樓 對 買二、三十樓 你所說 國安法這件事 可能未完全反映在裡面 但是接下來潛在的影響 會不會繼續顯現呢 因為我想 我都知道 我一直跟進你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 有很多人都會跟你說 有些害怕 在香港的環境 從來沒有見過 有些害怕 就說不要了 移民了 不如去英國買樓 去哪裡買樓 湯博士怎麼看移民潮 和樓價的關係 因為我們以前都經歷過 移民潮是分兩類人的 分兩類人 有些是怕社會動盪 有些是怕國安法 即是好像一場足球比賽 那樣 你補A隊 如果A隊輸球 我沒有心情就早些走 就是移民 如果我補B隊 B隊輸球 輸三球 沒什麼心情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 剛剛今天過 第一季 一至三個月 移民的數字 比一年前多兩倍 那些人說有國安法 那時候還沒有出國安法 那時候是社會動盪的問題 那社會動盪的問題 那些人就移民了 好了 到現在 到現在就是 真是現在走的 現在很多人移民就不容易了 現在大馬有個叫 以前有個叫第二家餘計劃 現在已經取消了 現在沒有人申請 沒有人去 那就 移民一會兒會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BNO BNO 因為任何人都去了 譬如你 你未必會去 因為你去做事 你未必去制 但是讀書那些會制 有些子女那些真的會考慮 讀書 譬如我讀書 我去到讀幾年 譬如我讀五年都很正常 然後我做了一年 就可以入了職 入了職之後 你怎樣回來香港 怎樣都可以 但現在業主的心態 會是真的沽了香港層樓嗎 就是我這樣想 因為97年都曾經面對過前途問題 當時90至94年 應該當時的移民潮是最瘋狂的 我看回當時的一些資料 就反映 譬如90至94年間 其實每年移民的人數都有5至6萬 但如果我們看回樓價 其實期內是不斷升的 我計算升幅 大概都有1.7% 那是否這次能夠完全複製當年 實際上就是 我常常覺得這次有少少少 國內同路悶了 或者有些人叫做 留到不留人 那你就走 我自己也知道 剛才說 也有很多國內人 他們資金買出很充裕 當時的移民潮 剛才你說的移民潮 有一個現象 我提到別人 那時候 有些朋友說買樓 買樓 買樓走 買樓走 他說 那個客人都沒有看樓 可以買 買了之後就售後租 因為他又沒有移民 在做移民手續 什麼都做 譬如那時候的租樓500萬 看樓之後 可能給520萬 然後 我要售後租好 100元 或者15元 就給你住 3年租約 再加2年都可以 那些人就是國內的錢 買樓 這個出現過上一次 還有出現過2008年的金融海嘯 也是出現過 這次會不會都是這樣 這次 這次香港人醒了很多 其實香港人 剛剛算 過去那段時間 有些人 買樓 買樓 因為你始終 有少許運 經濟不太好 有些人 逼不得要賣 現在開始 買樓的人的確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有需要買 還有 也有一些 是問財務公司借助處 玩大了 給民主本買樓 所以這些樓價又會掉下來 但是影響不會很大 很少 另一邊 我又留意到 最近多人討論的 就是樓價和租金的關係 譬如我看到 警察署署出了一些數字 到頭五個月 其實樓價一直向上升 但租金已經跌了九個月 不是九個星期 九個月是很誇張的 湯博士有時候 大家都會說 租金是樓價的一個底 基本餐廳 同意 風平浪靜 那時候也是 但現在有少許不同 今年有少許不同 我不是說 為樓價企向高 去解釋 而是每一年 每一次 新樓盤入伙 大量新樓盤入伙 樓價是不會跌的 但是租金會跌 因為多供應 但是今年 到今天已經有 出過買幾個入伙 那根本是很多租金 新樓很多租金 新樓很多租金 新樓有很多新樓入伙 新樓入伙 有很多人買 那時候是買 買個穩定 買個 驚驚 驚無辣 那時候買 買了之後 他不是真的搬去住的 而且現在搬都貴了 不如租了給他 租了 租了 全好 比王Sir 便宜一點 新樓便宜 舊樓便宜一點 有些人就住新樓 又租舊樓 又便宜一點 又便宜一點 影響所及 租金就跌了下來 租金跌了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 利息低 始終利息低 我可以接受低些回報 如果你現在不利息 我都不可能租到這麼低 所以就不發笑 但是現在是一個新的形勢 有些形勢 形勢是有少許不同的 不要一件事 不是說 樓價和租金就是 貼著 供應新樓入貨 下半年也有很多新盤 落成 經常推 接下來租金的壓力 還大不大呢 如果你覺得 一定會受壓 因為你一多就有 所以我常常說 解決樓價高企的問題 就是供應 你公眾多 就要留價一定不會升 起碼穩定 所以政府要考慮 其實政府一直 每年都在考慮 不過每年都在柴台 說你都達不到全年的目標 不過如果我們單看 因為可能上半年 太多不明朗因素 就阻慢了一些推盤 很多人都猜下半年 其實是一個 可能供應氾濫的時候 譬如 有些同事 譬如經濟日報的研究部裏 其實都看到 下半年有機會 潛在新盤80個 那單位是2萬多個 這樣怎樣呢 這些會不會令到下半年 其實就算行 都行不高呢 那你要看那個開關 要國內的舊 放些錢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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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相信 那個新樓控制稅 就先擱置住 擱置住 好一點 那就不好 變成不用供住買了 理論上 因為平時 新樓買樓很無罰感 其實地產商多數都是 每年11月停止買新樓 買些貨物 買些貨後 就給高佣金 做好價錢 都過了一年 就買新樓 買新樓又便宜 又得你選 又有很多付款優惠 這樣做了一個 我平時叫做小陽出 大約那時二三月 那這個小陽出 一退 退後到六月 那我就說 這個是大陽出 那很多 但是國內資金還未到 這個是最關鍵 這個我也看不到 那如果時機來說 因為你剛才都說 你之前也都有建議過 有很多投資者 甚至我都聽過幾次 就是買樓有時機 像你所說 可能年底至年頭 貨美 那些什麼時候價會特別便宜呢 是有買了時機的 但是像你所說 現在退後了 那現在這個大陽春 是不是我們屬於 能夠上車的時候 現在正正式式大陽春 有一個趙國鴻先生 推新樓盤 現在是sky to one 推那個時候 剛才他請吃飯 請吃飯 請了蕭穎先生 然後我都問他 你推盤是否很有信心 百分之一百 趙先生經常都比較樂觀 百分之一百 最後那個人都27倍 這個倍數不重要 但是還要 他叫做單位一次過賣 而且還要求賣力 就是 由印有緣 他說這些人是很容易 不便宜的 不要以為單位不是很便宜 有幾千萬一個 不要以為 是沒有特別付款辦法 不是說 很多以前說 什麼附幹認識 沒有 就是正常一點 正常一點 不過他的地點又是用家市場 反映香港一個剛性需求 其實都是 沒錯 沒錯 也都是提提 大家想 覺得社會穩定了一點 他們就夠膽 下注 樓市方面 剛剛講了很多 湯博士建議大家 不要等了 再等 不過要買漂亮的 要買漂亮的 高層的地理位置好 不要買一些 鑒便宜的 是嗎 便宜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想解釋一下 那個地點 三個地點 第一個地點 就是比較優質的地點 譬如灣野區和樓灣區 甚麼區 客森區 第二個地點 每一個地點都有一些比較 著名的屋苑 第三個地點就是 每一個屋苑的大廈 或者有些比較高層的 如果有三個地點好 所以就是這個 那就不能輸了 不過有一種資產 不知道地點幫不幫到它 雙下的地點 雙下的地點 就算多漂亮 其實過去的半年 都經歷了很大的問題 是嗎 中環的空置 更加地點 那怎樣 為甚麼 中環剛剛有報告 就說中環的甲下 已經好 大約5%空置率 12年高位 小層高 但是我沒有留意的 小時候我們同事開會 我們租務不錯的 我們沒有 空置率不夠1% 0.幾% 同事的意思是我們還好 你不用認得厲害 你不用認得厲害 為甚麼呢 因為那個 都是說地點 第一個地點就是中環最好 第二個地點是甲下 也是好的 第三個地點就是 高層、中層和低層 現在它拉雲是5% 高層那些 那個空置率就會低 是1%左右 低層那些可能去到10% 所以拉雲是5% 所以拉雲5% 有些人 如果你差低層多 你會發覺 怎樣扭不到 那就分別在這裡 地點是6% 那也沒有後揮 為甚麼呢 就是中環隔下 當它有空置的時候 其他月下和其他區域的隔下 譬如九龍 甚至觀塘那邊 那些人就會補充進來 永遠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那問題來呢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譬如你說核心區 本身自己已經有一個商業物業 他說很奇怪 最近很多人接觸他 又上去看他的辦公室 就想買 買去 對 那他就很忐忑 究竟香港的營商環境是前景 可以不可以 我還持不持住 沒有甚麼肉食的 扣上日律師費 都沒有甚麼肉食 但他真的想到 我究竟應該坐著那件貨 你覺得怎樣 即是他向中環 有這麼多人 他想租不到 不是 他有 他說已經有租客 但是有幾台客人都等著想買 現在就是 問題就是 這個經驗我都一樣 是的 因為 找一個租客 更難得找一個買價 我有時找租客 經紀經紀 就給一個買價 給offer買你那一層 我們一層不是少 我們一層是二萬呎 就當你三萬元呎 六億元 對 六億無問題 但找租客就很難 對 如果這一層 跟住出來 租就很辛苦 要花心機 對 同事要花心機 根本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 根本 很多 尤其是國內的人 他不想來租 因為國內 他要上去買 他上去買 他上去買 他要貴一點去上去買 他因為 他反正資金調下來 他要資金調下來 要資金調下來 不如我買兩三層 所以他是多offer買的 那你如是這些趨勢 接下來可能 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明顯 所以你的朋友 他說 買現在開始 等一年 可能等一年去升三成 不足夠 等一年 一年年半去升三成 不如今天給兩萬塊出去 可能一年之後 給兩萬五千塊出去 到時候有這個計算 就看我吃法 好啊 你呢 前陣子 是不是都比較多 行內 因為我知道 你沽了一些商下 我聽說 你沽了商下 買股票 是不是 我沒有 沽了商下物業 股票 我一定沒有沽了 那時候有些媒體寫 你說再買了匯豐 就是因為你沽了賣匯豐 沒有沒有沒有 匯豐那些就是 私人投資小小的 那些甲下 我們就很少了 很少賣 很少賣出去 我們計算了五十萬呎 五十萬呎 隔下就很少賣出去 很少 因為以前那段時間 我買回來 有些高的都低 那我拼好市 我就買一些低層出去 將一些低層買了 剩下的高質 現在 如果現在說 我們買 上一次買甲下 是五六年前的事 現在那些價值都回來了很多 甚至有很多租金 其實跌了很多 你會不會再買回商下 那些優質的 其實你都覺得 這個市機是可以買的 剛剛我們都會買的 但是都 反過來 當我想買的時候 又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 而且都很夠的了 五十萬都 始終一樣 始終社會味道是很穩定 因為我在好方面 但是都可能更加出現不好 因素 但是我們欠債少 不用怕 最重要是手有貨 手有貨 但欠債少 開心一點 最後你透露一下私人投資 例如買股票心得 因為有些分析員 看好地產市道之餘 就說 你買那些樓 怎麼追 不如買地產股 地產股很殘 股值很低 那兩者相比 兩者都熟 應該 你會怎樣計算直博 為什麼 有三個字是實手簡 三個字叫私有化 私有化 你看到今天很殘 可能有些地產股市值五成 都未必到 但是股價又不升 好了 到某些日 某些日 他說 大家又沒有好 給多10% 15% 私有化 私有化了 那你覺得 可能浪費了一些時間 感情 就是無謂 如果你是買股票 我都是幾隻股 比如廣交所 我喜歡 廣交所 我喜歡 可以好像一個鋪匪 可以做很多生意 而且不用擴大 還要獨市 第二 因為有美國 現在很多人說 制裁 諸如此類 我一早就寫了文 那些中國公司 會回來 會回來香港 這個廣交所會大 第二 我有一隻股票 中美貿易展 那時候 我就看著這隻股票 是什麼 這隻股票好 中美貿易展 這個叫做創科 創科 創科 第三隻 我自己喜歡 不過他不喜歡我 他不喜歡我 會風 會風 他不喜歡我 這個是政治問題 但是我還是覺得 始終他都是 就是他的資產 還有他的 腦牌在那裡 一個是很穩定的 始終他可能有一天想 會派息給你 買我不贊成 但是如果說 我賣走我 又不贊成 又不贊成 就放在那裡 最需要沒有適守 有適守就不用管 那繼續跟他拍著長拖先 看他哪一天喜歡 你派息給你 好嗎 所以買股票不要緊 如果買股票 我又分開了 不要經常說 哎呀 組織我買這個 不買這個 組織不買這個 如果你有這樣的態度 那態度叫做 長在後悔中 永遠都會後悔 那你不會開心 是嗎 做了就做了 這些是 你一天沒賣出都沒有所謂的 好 最重要就是 有心理質素 沒有錯 所以不用怕 我真的這麼開心 你見到我 我真的覺得這麼開心 湯博士今天和我們分享了很多東西 樓市、商業、甚至股票心碟都給大家 希望能夠滿足到你們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湯博士 下次有機會跟你再聊天 好 再見 謝謝 謝謝